這樣他就不只被電,還被火燒到 可以放一些秋秋膠 這個畫面很漂亮嗎? 來開啟照相機,跟他照一張相 像這樣,來照一張 大家好,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說況以知識中文版 今天我們要解個很難到達的神廟 叫廟師 廟師西諾神廟 在地圖的這個地方 地圖的西北方 海波拉地區這邊 你可以直接過來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知道神廟的地點 或是你在利樂村的這個地方 你會碰到一個小鳥 他叫做桃虹 你跟他講話 他問我說要不要聽故事 他就會跟你講一個 有關他祖父的故事 桃虹的爺爺還活著的時候 跟他說高雄上有一棵參天大樹 在樹上往西北翻看下去 就看到一個大大的白鳥 爺爺一鼓氣就朝著白鳥飛過去了 之後白鳥肚子就破掉 裡面裝了重要的東西 那是什麼呢 他聽到這個地方 就想要睡覺 不記得是什麼 不過倒是知道參天大樹 桃虹就告訴我們 參天大樹在哪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 你看到了嗎 就從那個樹 從朝白鳥飛過去 那我們就 定個大土地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往這個參天大樹那邊過去 你可以直接這樣飛過去 不過比較快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傳到這個地方 傳到附近的神廟 這樣比較快一點 我傳到這個神廟 地圖的左邊 這個叫做夏塔瓦神廟 然後我繼續往 我們的紅色地圖地邊走 那右邊有一些 騎馬的波克布林 盡量不要往右邊看 他們很厲害 然後我們就往我們的目標前進 走直線 先走到前面的小屋子 那我還是用 吹哨跑 這樣跑過去 好這樣 第一個我們跑到這個小屋子 接下來我們往左轉 從這邊上去 這樣比較快一點 然後就持續一條路往前走 前面有很多蜥蜴戰士 但是你不要管他 就是衝起來 用吹哨跑 一路往山上走 要小心不要被球砸到了 這邊好多好多的雪球 但還有很多很多的蜥蜴戰士 還有冰秋秋 只要你用跑的應該 蜥蜴戰士打不到你 就是用吹哨跑應該打不到你 要有一些狼啊 不要管他 繼續跑 隨時小心有雪球 這邊有蜥蜴戰士 小心點 這邊有蜥蜴戰士 我記得這邊快要有雪球 小心點 來來來來來 大概到旗子這個地方會有雪球 有一個很大的雪球 那我們就直接往上走啊 一條路而已 繼續往上走 走到不能再走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蜥蜴戰士 然後還有一個風口 有看到了嗎 這邊 你也可以把蜥蜴戰士殺了 我就不殺 我就 直接跳到風口這邊 風就可以把你吹起來 吹起來以後 你看旁邊 這邊有另外一個風口 在這邊 這樹很高 像我一樣 沒有什麼毅力的話 你可以藉由這個風把你吹上去 這樣比較快一點 當然你可以帶一些毅力的食物 那我們走這邊 我這邊有布克布林 把他固定起來 殺他 或是不要管他都可以 他的武器還不錯啊 拿起來 龍骨茉莉布林棍 45攻擊力 繼續我們往上走 從這邊我們就 開始爬山 那我快轉一下 如果沒有體力的話 就吃一些體力的食物 我們現在很高的地方 像這樣我就抵達這棵樹 位置在這個地方 夏立巴山這邊 跑到樹的頂端 跑到樹的頂端 你爬到樹的頂端的時候 你往這個方向看 你會看到前面好像有一個白鳥 剛才小鳥桃紅告訴我們說 白鳥的肚子裡面 有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就往 白鳥的肚子裡面飛過去 白鳥的肚子裡面有一個神廟 算是重要的東西 這樣我們就抵達今天的神廟 廟斯西諾神廟 這個神廟很難到達 好像裡面是荔枝考驗頂級 我之前有錄個影片 就是做雷電獻情的影片 歡迎大家參考 你知道這個神廟以後 做個雷電陷阱 我先拿我的雷電劍 然後揮到一半的時候 進入選單 丟棄這個雷電劍 然後再丟一個會導電的武器 這樣雖然我被電到了 不過 這個地方就變成一個雷電陷阱 做好雷電陷阱以後 我們就叫我們的主角出來 好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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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不要打他 讓他這樣一直被電 去上個廁所啊 或是怎麼樣的 如果想要 電得快一點的話 你可以丟一些秋秋膠在他底下 像這樣 丟在底下 會增加導電 或者你可以丟一些 木材樹喔 這樣 丟在他底下 這邊 然後點火 這樣他就不只被電 還被火燒到 再幫一些秋秋膠 再幫一些秋秋膠 這個畫面很漂亮嗎 來開啟照相機 跟他照一張相 我來按下自拍 像這樣 來照一張 然後他就死了 那解開這個 陷阱的話 大家就要小心點 先把這個雷電拿出來 雷電鍵拿出來 然後再把 我們的道具都拿走 那歷史考驗 他都會有這個 守護者之符喔 這個是 很強的武器 攻擊力有60 所以你每次有事 紅月亮以後 你就可以來這種 歷史考驗頂級的神廟 來蒐集他的 守護者的武器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薩爾達 從說跨影之星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幫這個影片按一個讚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請問大家 請問大家 我們下一個小時